歡迎收看電玩台書K 我是主持人莫姨 說到計程車司機 大概是最常跟陌生人聊天的職業了吧 現在就有一款遊戲抓住了這個特點 製作出非常不一樣的計程車遊戲喔 來看一下是怎麼樣的設定吧 當臨時需要移動的時候 對於身邊沒有車的人而言 計程車一直是大家的好夥伴 而且每個乘客都有不同的目的 還有趕時間與收入這種挑戰與回饋機制 當然也曾被做成遊戲囉 最知名的莫過於瘋狂計程車囉 在當時可是Dreamcast的當家遊戲之一呢 最近有另一個計程車遊戲出現囉 NeoCab 把遊戲背景設定在科技發達的未來 在AI 開車已經是常態的世界中 主角是僅存的人類駕駛 並且使用手機來承接客戶 依照著回答應對的不同 會影響乘客給你的評價 這也會影響到後續接到哪些客人 進而揭開遊戲中更深沉的故事 想要用計程車體驗一下人生的玩家 可以繼續留意後續的消息囉